照片中的張信登山客笑得開心 還親服筆出不雅手勢 右手拿著齊來北風的標示牌 標示牌疑似被連根拔起 不僅底座的鋼纜露出 上面帶有泥土 地上也有被破壞的痕跡 照片被上傳網路 引起一片踏伐 有山友看到後 氣得向太魯閣國家公園檢舉 不過張信山友卻出來喊冤 說不是他破壞的 一月三人拍下登頂不雅照 遭法辦 雖然最後不起訴 但張信山友表示 他們早就被泰管處長期關切 而對張楠女次被檢舉 不尊重山林的行為 未來是否會禁止入園 泰管處表示還會另外處理 記者劉己嬌 吳怡璇 花蓮採訪報導